所有的局處,在所有開發通通把皮球都踢往文化局身上,對不對? 文化局都很願望啊,通通都要承受所有的壓力 然後呢,所有的做得不好的就是往文化局身上丟 其實不是,每一個案子都牽涉到交通,牽涉到產業 不光只是文化局,那文化局呢,他的責任就是要把文化資產保存下來 那我覺得,我也建議文化局的人,你們的考量就是這個東西他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你們實在是不需要去為以後的開發商考量,再麻煩 好,那我們現在就把握時間,我帶大家去看一下目前未來規劃的二十五計畫